這段影片,我想做一個實驗 如果我看經濟學的Paths Paper 特別是Paper Tool 有沒有一些快點的方法 可以做得完,或者叫做Run了呢? 我就會建議同學 你留意一下Marking的Keywords 所以當你Run的時候 你應該是寫一些Keywords 或者你可以 再Marking一些 一些不關事的Point 你自己不會再寫下去 那我今天就想試一下 究竟做一份的20 做一份的Paths Paper Tool 要用多少的時間 才可以完成的 如果我只是去寫一些Keywords 其實當你 寫一些Keywords就夠的話 你就可以 減少了你很多抄寫的時間 可能有些同學會想 如果我寫Keywords之後 真的做的時候 會不會不會做 其實同學你也有學過 小學的時候 也做過一些重組句子 或者用過 老師給你幾隻字 叫你作句 是不是 你也試過作句 譬如我給你一句 Figure 叫你作回一句 其實和你小學的作句 其實分別不大 是不是 只要你有些Keywords 其實你即場其實你都可以作回一些句子 一些段落 是不是 所以呢 同學可以試一下 你只是試一下寫Keywords 你發覺做一份的Paths Paper 可能很快 做完一個的卷移 我試一下做一下2018年 看看我用多久的時間 當然 同學 不是老師 你做的時候 你不一定會做的 或者做得到的 可能你會遇到幾個問題 譬如你 想不到是哪一課的 是不是 當你看著這條題目 你直接想不到是哪一課的 我建議同學 你就無謂再翻查 當然如果你翻查找得到 你就查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如問問同學 問問老師 究竟是在出哪一課 再看看那一課的內容 你溫的時候 就會更加有效率 或者你知道 他是在問哪一課的 你都寫到一些答案 但是好像有少許差異 你發覺 和答案 答案有少許差異 有可能同學的概念 是有些問題 如果你有些問題的時候 試試自己想下 看看 知不知為什麼 有個差異 如果你想不到 可能有問一下 老師 或者跟同學去討論一下 你就會學到會更加多 有一個更加 大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有一些同學可能 他用一些 common sense 去作答 因為你以為 這條題目 是一個common sense 這樣問你 沒有寫到一些 keyword 其實就 盡量避免這樣做 如果你寫不出一些keywords 很大程度上 你出對考試 可能是零分 因為人家給分是根據你作答的內容 你的經濟學知識 我怎樣才知道你有個知識 看你有沒有一些keywords 寫得到 還有 有沒有一些keypoints 寫得到 事不宜遲 現在這個時間 就5點 0 4分 根據我左上角的時間 見到是5點 0 4分 我試一下 做一個paper tool 寫完些keywords 要用多久的時間 這個就2018年 paper tool 為什麼我選這份呢 因為 我就沒什麼印象 可能會準確一點 代表了同學 你做的時候 那個情況 這個就是Session A 第一條 第一條就說 有一些機票 酒店 通常的價錢 價貴一點 但是也有很多人去 那叫你用opportunity cost的角度解釋 是不是必然是貴一點 即是成本是不是必然貴一點 很明顯這個course 有分 monetary cost 這個course 你寫keypont 到時你就會知道有個 non-monetary cost course的字 其實就不需要寫的 很明顯有個non-monetary cost 對不對 那必然是貴一點 那monetary cost 現在就會是 假期的時候 是高一點的 是高一點的 但是呢 那個non-monetary cost 他沒有說到嘛 那個non-monetary cost 就是他上班的 一個 那個的時間 那個的時間 那很明顯就是 那個non-monetary cost 在假期的時候 就會是低一點的 那這個non-monetary cost 當然都是holiday 那可能是說 他不用上班啦 是不是 他賺不到錢 是不是 所以他的non-monetary cost 低一點 那他說是不是必然低一點 那你要兩個加起來 所以第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會說 第二樣東西會說 第三樣東西 就應該說 那個non-monetary cost 就有機會 大一個monetary的 那其實我已經寫完了 我就可以跳去下一條 那跟著就看下去了 那 上年 Peter就 開一間獨資的 一間公司 那最近約請Paul 和Mary 就做一個partnership 那擴展他的生意 那 A的partner 叫你給兩個建議 為什麼他 會轉做 這個partnership 由 soul proprietorship 轉做partnership 那就是 說的是 那個partnership 的一些advantage 那如果是partnership一些advantages呢 那其實就 有一些point的 division of labor 那除了分工之外 其實就可以 可以呢 share 那個 的 wisk 這樣 那他說suggest to reason 那兩點其實就夠了 那我們可以去做b了 那Mari就投資了那間公司 那就 沒有參加管理 那他是屬於什麼的factor of production 是不是 對不對 其實就很明顯 是entrepreneurship 當然可能我會串錯字的 所以這些你就要看下自己了 有沒有串錯字 那不要串錯字 entrepreneurship 那他的功能 就承擔風險 bear the business risk 這樣 那這裡就bear the business risk 這個point應該是中的 那就 另外就他可能說做一些major decision 不過因為他沒有營運 所以他只是投資 所以應該是這個point 我現在又做完一條 那現在我就花了4分鐘左右 那第三條 那就是深圳 有中國直覺之稱 那很多高科的企業 騰訊、華為、比亞迪就在 那解釋兩個external economy of scale high technology firm made and choice in Shenjin 那external external 就難想一些 external 他可能說 employment cost 其實就會低一點 其實就會低一點 因為很多人有請人 那另外就會是 factor of production factor cost 就會低一點 那這個原因 其實就因為有其他的 其他的 行業進駐了 那這個employment cost 因為就多公司 more company 所以就 more talent 這樣 那到時你就再寫 那大致上 你知道是在回答什麼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看看第四條 那他說除了教育水平之外 那還有什麼兩個因素 導致 income inequality 那education之外 年齡 年齡 那就physical orchable 即是說你英不英俊 那些 那這裏就再解釋 或者是gender 那就想一想寫誰 是不是 但是基本上 我就已經找了 那如果年齡 那就是 通常年輕人 就 人工低一點 年齡大就會 人工高一點 那個原因 就應該寫 experience 是不是 如果physical attribution 通常都是 beautiful 那些 appearance 那些 就是個樣子 那那個gender 通常是mail的 通常是解釋 這些 那就做完了 那現在就用了六分鐘 那第五條 那在 一些 流感的季節之中 那 醫護人員 就不夠的 醫護人員不夠的 在香港 跟著經濟學家就解釋 如果政府就 就大幅增加人工 那都好難去 舒緩這個問題 那叫你用 elasticity of supply 或者demark 很明顯 他就 人手不足 人手不足 似乎是用 supply supply 那這裏就 A part 記住說個定義 es 那簡單寫就行了 因為你當運輸 那很明顯是 現役 elastic 那你難請銀那些 那就是低彈性 那要寫個定義 percentage change 個 qs 小個percentage change 那個p 那這裏有甚麼原因呢 因為他是一個professional來的 是吧 那已經搞定了 那就可以下一條 那為了解舒緩那個 醫護人員的壓力 那政府就計劃 去請一些退休的人士 再去 公立醫院 那問你怎樣影響 失業率 那失業率就 當然有個 公式啦 那你選擇的 上面的失業率 下面就 labor force 是吧 那很明顯 現在的失業人數 是沒有變的 因為本身 這些人呢 他不是失業人士 人士 但是 labor force 就會上升了 是吧 因為他多了人了 變了一個employed population 那份子沒有變 份子沒有升了 即是 unemployment rate 就會是 跌了的 那這條繩不用用percentage change 那就不需要了 因為只有一個 有變 那甚麼時候需要用呢 兩個都升 兩個都跌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了 那現在就 十三分鐘啦 即是用了九分鐘 那大陸條啦 政府就建議 徵收這個利得稅 轉個利得稅 兩個tier的 第一個 首200萬 首200萬 就是8.25% 之後那些是16.5% 那這裏就是 lamentate company 其實這一個稅制 因為如果是獨資 就有第二個稅制 那是不是必然導致 profit tax revenue 下跌 那其實A這個部分呢 就不一定的 因為那個 跌了啦 因為投資 100萬比少了 可能個投資 很明顯是個投資 就會上升 那因為它的利潤 after tax 其實會上升了 所以投資會上升 所以可能它 會投資多了之後 公司的利潤 整體的利潤 其實就會有所上升 那當然這裏好像有些矛盾 那不如你直接就說回 那個tax rate 跌了 我做的時候 發現 跟前後面有些矛盾 那你可能改一改 那個tax rate跌了 所以投資 就會升了 所以利潤多了 對不對 那那個 profit tax 的revenue 就會是升了 那就可以搞定了 那大致上應該是有些矛盾 不過因為它是4分 所以這裏 夠不夠呢 那你數一下 數了 tax rate跌 那題目比 投資增加了 因為它可以 稅率調低了 利潤會升 所以那個 那個 profit tax rate 會升的 那這裏應該就 因為它是必然性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 應該要 比較一下 雖然 如果 那個 profit 那個percentage change profit的 percentage increase 是大於 那個 txt rate 是大於 那它4分應該是這樣的 txt rate percentage decrease 的話 那 那個 profit tax revenue 就會升了 應該是加上這個條件的 對 那 a應該答完了 4分 是嗎 應該比較一下 percentage change 就對了 b 那叫你講個pinsible 那就 evaluate 那就留意了 這個就可能講好處又可以 缺點又可以 總之去評估一下 那其中一個 這個就很明顯違反一個equity的原則 那因為 那個text rate text rate 就由一個proportional 去到一個 progressive 那應該差不多了 那現在就16分 就是用了12分鐘 第七條 a 1 那 m0 show your working 那記住要寫回公式 那就 lil的monetary based 那就 reserve loan deposit 有啦 那 bank 就100個 excess reserve 那 實際500 就是required required reserve 就400啦 即時看到的資料 那puppet就hold了100 那 那 那最重要的這句啦 他想說新嘛 買債 同公眾買債 即是個c呢 是吧 那個m0 monetary based 就等於c加回 那個的d r c回個r 那現在 最好這些詳細 不過 你現在做練習不需要啦 c就現在是 100 加40 r就是500 所以就會是640個media 那2啦 兩個assumption 令它等於maximum possible change 的 那現在就不等於啦 是不是 那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hold excess reserve 那就 考評局 它就 當另一個point一樣的 比如sufficient in in sufficient stay to assumption 就是do not no excess reserve 或者sufficient demand for loan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low cash leakage 那這些point有幾個字呢 我們寫一下 那3啦 maximum possible change 因爲它這40元呢 它沒有說是繼續由公眾持有 還是傳入去的 因爲它這條呢 它流出了個always 那你可能當是always 這樣回答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這個ms 這裏當然 寫的時候記住 寫回全寫 即是回答的時候寫回全寫 那你就寫回吧 它是hold 100 再加回 因爲公眾會最終那40元都傳回到銀行 所以就找500 加回40 再乘回1除以rrr 那那rrr呢 剛才我們計到的required reserve 是400 所以 deposit是2000 即是20% 5分1的 那只要你計回 就可以了 因爲 我們是做練習 那我們可以 不用真的計算下去的 那我們看一下b 那b那裏 就説 基於qtm 預測 open market purchases of bond by the central plan on the pi settle State the assumption You lead to conclusion 那 你可以寫回吧 首先就 mv v等於py 那 v in long1 v 以及y 是constant的 dp opend open market 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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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令M0增加 所以ms 也會增加 根据Qtm 就是 ms 上升的幅度是 equal 等于 ms 等于 ms 等于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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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定下 Kayce 痴迷 Mark voter な順下 rank 測得太清楚 然後1件以上έ нак選 10 十分鐘 第8的措寸一樣e labor requirement pre productiveped Verantwortung of toys 1го換個濾与十個鐘hu skipping 8個鐘 中國 日本 3的話就是2個小時和4個小時 叫你計算oc 那是toy的 所以3你不用計算了 今次是一件換句用幾個小時 所以左除有的 這些很快的計算 oc of china 等於 即是5個3 oc of japanese 即是2個3 這樣就計算了 那b 那pensable 你不用寫光 那你寫回就是 lower 有些重點字句 lower opportunity cost 是吧 那最後就 lower opportunity cost 就是生產那樣 goods 是吧 大家都按最低的機會成本 去生產那些產品呢 最後這個total output 那這個一定要說 total output 就會上升的 in the world 那你當自己答完的了 那哪個根據原則 哪個國家應該出口玩具 那很明顯就是japan 那我寫回了 japan 那c 那這個運輸成本 是0.1個 每單位每家的單位 就需要0.1件3 平均分的 那叫你找個range 那現在中間就一定是一個t 那兩邊 應該原本抄2和5 但是因為它每個比0.1 再分一半 2那個呢 就加回0.05 即是2.05個c 那5那個就減少0.05 就是4.95個c 這裡就是2加0.05 這個就是5-0.05 那記住啦 這個貿易比率範圍 其實會收窄了 如果有那個的 運輸成本 如果出口國家 就加回 如果進口國家 就減回那個運輸成本 那現在就 十九分鐘而已 原來用了 那第九條 那 這一個應該是高鐵來的 Expect Rail Link 應該是高鐵來的 那它說會減少了那個時間 由香港去到外地的城市 那也是某些人的意見 那政府官員有好的基建 整體的發展就會好 那兩句 中小企 我們覺得這條鐵路 就會多了旅客 那看這條他問什麼 香港的經濟 原本是這一 那根據上面的意見 就解釋 香港的Pi-7 在Long-1 會怎樣變 完成了 那個合約 那 那 就 先 好明顯 這一個就是 L-R-A-S 那 這一個 就會 喔! 這裏它是不需要你寫的東西 似乎 只是圖片 這件事 這個就很明顯是個 AD來的 那就是個 AD A-2 還有個 L-R-A-S 那應該OK的了 E-2 P-2 是 是 因為它說要增加的 那就是你一定要畫到增加 因為如果 如果你 如果AD動 L-R-A-S 可能是 減少都可以 是嗎 那 那 這裏它說增加 所以AD一定要畫 寬少少 那 第九條做完了 那去到Section B 第十條 那 10A 一度 那 就說 外國那個 外融 最低工資 4410 兩年合約 那 外融 為什麼用月薪計 不用時薪計 那 可能你 就會說 因為外融 那個工作 是 比較多樣性 是 A-part 那個工作 是 difficult to measure 那 那 所以 用 建設就好些了 那 B-part 非預期通帳 是 那 就 哪個會想多多些 因為 固定了月薪 收固定月薪 一定是非用蝕底 那 所以 就這裡寫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Laws Because 是吧 那個 有一個 鍵詞要寫 那這裡跟我記得寫 The Real Value 或者 Purchasing Power O- Of Salary 跌了 那 升跌的那些不用特別 那 C-part 假設最低工資 在外融那裏實施 有效的 那 問你 為何會導致一個 經濟無效率 因為它沒有說過最低工資是調升調低 只是說有效 所以你顯示一下最低工資 這個就是最低工資 Peer Minimum Wage 它只是Economic Efficiency 所以就是Debt Rate Loss 最重要是Debt Rate Loss 看什麼呢? 不是看P,是看數量 這個Quality Q1,Q2 Debt Rate Loss 就在這裡 我的解釋就是 MB 大過 即是文字,Text MB 大過 MC Under Production D 太少了 Q2少於Q1 這樣 都是回答這些項目 應該做完 D B,內地市場 門戶開貨 提供幾倍工資 給外融 Some Employer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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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 Q1 Q2 Q1 Q1 Q2 Q1 Q1 Q2 Q 然後物價水平就會上升 但如果都高不過新的均衡點 這裏就會有一個sodage 這樣就回答到這題目 寫東西那裏就寫 那個P是上升 接著Supply是下跌了 原因就是一個comparative Supply 如果QD是比QS大 就會有一個sodage 其實就說完D部分 這部分 它說除了不足夠的外用 叫你suggest一個現象 可能會在香港的外用市場見到的 假設開放了外用 那其實就是 除了不足夠的人之外 還有些什麼條件呢 這一條其實就是問一些sodage的一個結果 結果就是 那結果就是 那個buyer 即是employer 需要競爭 最重要的想法就是這樣 但如果你寫employer要競爭 其實是答不到的 那你就可能說 要有提供更好的合約 要提供更好的交易 給那些 要提供更好的合約 提供更好的合約 提供更好的合約 例如就有一個 一份 做完第十條 第十一條 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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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是港北韓的 我也記得做過 Country Set 建立了很多武器 政府使用國防預算由10% 佔到20% 其他事情不做 加大國防 所有男人 20至25歲 要參軍兩年 為了應對Country Set的威脅 聯合國通過禁運 禁止Country Set的產品抄 General Living Standard 其實 這裏 可以參考 GDP 第二課 Chapter 2 這裏 主要就是 Components Components 主要去了Weapon 所以 日常的Good 就沒有了 這裏 真是有學的概念 這裏 另外 有一些同學會想 會不會參軍 就是生產 反而會少了 因為 它 做了參軍 因為做了Minitary 所以 其他的生產 就會少了 應該差不多了 Aggregate Output in the Short 1 這個要用 AD AS 很明顯 AD Explot 這裏是第一點 這裏是第二點 Explot 就跌了 按下 你當然可以抄進去 Explot 就跌了 所以 AD就跌了 AD跌了 所以 Output 就會跌了 另外 可能 短期 SRA AS Production Call 會升 因為少了人 這個 SRA AS 其實是跌的 即是 Output 都會跌的 那 BOP BOP 就要看 兩個帳 一個就是 Current Account 一個就是 Capital and Financial Account 那 CA 那個 因為 Explot Explot Of Goods 就跌了 所以 BOP 就 Worst 記住 就不要 Exactly 說數是 Deficit 或者 Surface 另外 少了遊客 Tourist 就少了 所以 Explot Tourist Services 就少了 一樣的結果 另外 這裡 可能會 令它的投資 會 Foreward 即是 外地來的投資 Foreward Direct Investments 就會少了 所以 KA Account 就 Version 所以 BOP 也是 Version 的 行不行 這樣就回答完了 現在就 用了33分鐘 那 十四條 十二條 那就 十二條 就給了一些資料 有些遊客 Hotel A Hotel B 大家都是五星 這個有Free Wi-Fi 有什麼不同 那 不可以退 可以免費退 那 2100 和2040 那 Source 2 那 就 一些統計數據 內地 42.8 總共 56.65 那 跌了的 比去年跌了幾個百分比 Total的洗費都比去年跌了 那 人民幣 對美元的匯價 就是 一元人民幣 換到多少美元 那你發覺換到越來越少 就是人民幣 是貶值的 那 A 那個 叫你看一下 Source 1 叫你講兩個原因解釋 這個market structure 為什麼不是 perfectly competitive 那 就 其中兩個 其中 一個原因 就是 Hetrogenius Goods 因為有Free Wi-Fi 那你可以寫 再寫 Hetrogenius Hetrogenius 那 這些不要寫錯 好啊 我寫錯了 那你到時記得要整整這些字 或者 lockhomogeneous 這樣 lockhomogeneous 好像容易地寫 那 就因為有Free Wi-Fi 那就搞定了 那你到時就寫得清楚少少少 那 另外一點 就會是有 狼派competition 譬如它說給你退款 是吧 你可以說有狼派competition 有非價格的競爭 有得退款 Fee Cancellation 那就搞定了 那B part Function of Money Source 1 是吧 Tool 是 那就 很明顯是 Generally Accepted Generally Accepted Generally Accepted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然後 行不行 這樣可以 Pay For Hotel Free 這樣就搞定了 那還有 你想一下 它是Units of Account Standards of Deferred Payment 還是Standards of Value 呢 似乎Standards of Value Standards of Value 好像怪怪的 是吧 其實就 我想 用Standards of Standards of Deferred Payment 好像好些 它可能之後再 現在給了 之後就可以做一個標準 好像這個好些 那另外有Standards of Value 這裡就好像看不到的了 那可能給我選擇 我就選擇 Standards of Deferred Payment 因為你說可以 可以之後去到付錢 那你的Standards of Value 好像好奇怪 對不對 那你說Units of Account 就 都可以 Units of Account 可能都可以 因為它是用那個 人民幣去標價的 似乎Units of Account 會好些 對不對 那 Units of Account 通常你記住就 Expect 這個字 即那個Price of Hotel fee is expressed as R&B 這樣 那就搞定了 C part 那 就 哪一個Component 和入境旅客有關的 Sorry Source 2 那裡 Which Component Hotel fee Hotel fee Hotel fee 哪一個Component 它使用錢的話 C 那裡 Source 2 那就是Export of Services 應該是 那又做完了 那D 那D就到 那 reporter就解釋 人民幣 就 對匯率的主要變化 就 和 旅客的支出有關 叫你去 justify 他的意見 那 我想這裡就 你說回R&B R&B 就 跌了 那 那 就 看看2 3 那2 就 Expenditure 即是跌了 看 那 即是跌了 比上列 那 根據Source 2 呢 就 很明顯 Expenditure 就是跌了 就是跌了 Sorry 這裡我理解錯了 就是那個 匯價的影響 是主要導致 Expenditure 是變了 那叫你解釋 用2和3 去justify 那就是要 人民幣是貶值 那為什麼它的總支出 是變了呢 那這裡你要留心 就是它用什麼去計 那 就 那 就 它就沒有特別說的 那 就 因為你要想一想是人民幣 還是港幣 那這裡就當港幣 那 如果人民幣 Exchange Rate Off 那這裡應該答什麼呢 這裡應該答回 Exchange Rate 即是Chapter 9 5B的本書 那如果Exchange Rate 是跌了 即是 對它來說 那個Price 如果用RMB 去計算的時候 其實就會是升了 那 那 那個 Quantity 那個數量 就會下跌了 那 那 現在的數量是下跌了 那 如果 那個Total Expenditure 這裡要留意 因為那個Total Expenditure 它是用 就是 那個Total Expenditure 就是用這個港幣計算的 那 那 港幣的貨價是不便 但是因為數量是跌了 所以 所以 Total Expenditure 都是下跌的 那就應該 就這樣 拿到六分 應該用回落去解釋 而 它這裡 它就 應該是 很清楚是港幣計算的 等等 HKD 所以 你就 除了說 人民幣 對 它來說 人民幣是貴了 是不是 買的數量下跌了 那 Total Expenditure 會下跌的 因為 用港幣計 你 應該要假設 用港幣計不變 跟著 數量變了 所以 成出來就會下跌了 去到現在 就用了 41分鐘 那 就做完 D了 12D了 已經做了 那 最後一條 13條 14條 已經是Section C 那 13條 那就給了 那個 預計人口的資料 那 就 2054 projected projection 即是預計 那 就 叫你 看上面那個 sauce 那就 討論一下 可能有的影響 那 potential output 這個要說 yf 這個要說 lras 還有 physical balance 這個要看 g txt txt 那 見到那個 有三個 65歲以上 15至64歲 同14歲 那 為甚麼用15 那 歲至64歲 做一個 界 因爲這個是 working population 可以做事 那 potential output 這裏 講人口 那你看看 quantity 人口的數量 是怎樣變呢 人口的 labour force 其實就是 跌了 那 實數來 population 實數 就是有500多萬 去到470多萬 所以A1那裏 那裏 很明顯 你說 labour force 就跌了 就是quantity of vectors of production 就跌了 所以 lras 就會跌了 所以 y potential output 就會跌了 那 二那個 physical balance 那 一應該完 physical balance 那 expenditure 這個要自己作的 因爲老年人口 會高了 是吧 見到 100萬 到200多萬 所以政府的medical expenses 就會上升 那 另外 他的 income tax 可能會跌的 那 可能啦 因爲可能他賺多了收入未定的嘛 income tax 會跌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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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ur force 就跌了 因爲 因爲 那 你記住 有個 concept 就是 那個 勢人 1米80 撈了下去 1米70 那 那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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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上升 那 這裏 你要想一想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那 資助公司 改善生產力 那 還有一個情況 平均生產力 就是 有沒有capital 如果有capital 的話 平均生產力 就會上升 那 現在 這一個很明顯是一個 production technology 即是一個capital 那 所以 B1 那個 很明顯的technology 上升 那 那 每一個人的output output 例如 labour 就會上升 那 所以 平均 的 老公生產力 就會上升 這樣就答完 那 第二 輸入外勞 輸入外勞 就是上面那個概念 那 如果 skilled worker 那 那個alp Average Labour Productivity 就會上升 這樣就答完 可以嗎 那 比例上 你可以說 因為現在 它的生產力高 比 現在 那個 是嗎 就是 清楚一點 就大 過 existent 那個 labour force 的 productivity 這樣 就搞定了 那 C 那 susan 是 本地 的 中育生 那 想著去 佈一個program 那 那 那 就是Primary Education 那 就是Lursing 如果將來收入是最後的concern 那 你應該推薦她是誰呢 那 那 因為做護士的 就老齡人頭 老齡人頭就上升 做 有轉教師的 那 那 就要看這些 年輕人 那 就是有些小朋友 那 你發覺 就呈下列趨勢 那 所以很明顯 就做個Lursing 好過做Primary 那 你寫那裡 你就寫回 因為那個old people old people 就升了 對不對 所以 那 有些什麼concept 用到 Demand Demand for medical services 就上升 就上升 那 就是 demand for lurs 都會上升 那 wages 就會上升 那 如果你說是幼稚園的 那 你再說一次 因為 children的數目 lumbers of children 就跌了 所以 demand for primary teacher 就會減少了 所以 demand for teachers 就下降了 那 現在 我就 total 那 之後 section c 如果你是 考2024 當然 不需要再看 如果2025 之後才要 那 現在 我就用了 5.53分 那 即是用了 49分鐘 49分鐘 是吧 那 做了104分 那 你發覺 就 50分鐘 就做到一份 其實如果 你很認真地去做 那 十年的 可能你一天都可以做 那 這段片 我就示範了給你看 那 下一段片 我可能 我就對一對自己的答案 看看 對不對 吧 我按 我按 看到 我按 我按 那